持续来关心南投五届霸闸门两度异常放水 夺走四条人命 其中一次闸门异常从开启到关闭 关键的16分钟反应时间 值班人员到底做了哪些危机处理 成为检调追查的重点 由于中控室里没有监视器 所以事发当下 检调也无法确定中控室到底有没有值班人员 不排除要寻求第三方专业鉴定 对此村民直呼太离谱 怀疑会不会是值班人员打瞌睡 才会拉长反应时间 今天村民集结抗议 电厂则回应 目前已经关闭了闸门动力电源 未来如果要泄洪 也会有人员亲自到场开启闸门 并且全程监视 大批村民集结台电会议室 全是因为南投五届霸 闸门异常开启泄洪 带走四条人命 生怕悲剧再度上演 知名站出来要台电给说明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万一像这个五届警的方案 那我们怎么办呢 知名对台电的水坝安全维护 打上问号 尤其要厘清意外发生的 应变关键16分钟 到底发生什么事 13号凌晨4点12分 五届霸6号闸门 异常开启泄洪 监控仪表亮灯9分钟后 滴水位警报声响起 这时值班人员惊绝不对劲 处理了7分钟才关闭闸门 等于应变时间长达16分钟 没在第一时间就处理 让当地民众质疑 值班人员难道在杜姑吗 有一些村民是这样质疑 所以今天是来这边 问一下台电到底是怎么样 进一步追查 事发当天凌晨12点到早上8点 只有苏信人工一人值班 但是检调却查出 中控室里头没有监视器 等于事发时 无法确定值班人员 有没有在中控室内 哇 那这样也太离谱吧 毕竟去台电了 台电是蛮大的一个单位 班人小组人会再行调查 如果有必要 也不排除寻求地上方的鉴定 种种疑点还有在厘清 电厂也强调 目前已经关闭 所有闸门的动力电源 未来也不会以遥控方式 开启闸门 有台湖要超过闸门的话 我们人员一定要到现场 去把它开启 然后再做建议 另外电厂也将加强 闸门开启声响等警示设备 只怕意外别再发生 记得曾中城南东报导